细汉历史越讲越精彩了 上一集我们就讲尖沙咀 这个黑德道的主角 Robert Hutt 就是英国北外出生的英国人 来到大清帝国 主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我想已经30多年了 来了中国50年 曾经是中国清朝皇室最主要的财政大臣 就是税收 正正日上 所以去到晚清 即使国家已经支爆了 但是仍然有钱 所以我支是很重要的 外国也很重要的 支爆不重要 有外国帮你赚钱就行了 就定着由400多万两的年收入 去到托克德做了26年之后 大清海关税收增加到2000万两 那也是提出要羊毛运动的人 写信给公亲王的其实是克德 上集说过了 就是自强运动里面 最大的错失就是当时的北洋艦队 就被汉族官僚涉覆成督背脊 就是李鸿章的幕僚 就说克德受贿 就买些吨位不够的战兰 喜欢中国人始终都是 不知道是不是民族慈悲 那些炮 那些炮 郑和那些补船这么大 要 还有重炮 于是就弄了北洋艦队的主力艦 鎮远号 无畏级战艦回来 结果就被日本快速的小型战艦吉野号 就打败了 那隔五海战 我记得那时候 科大卫教授教 他说都很冤枉的 他说因为中国在自弓运动里面是弹得早 但是他引入的科技是比不上日本 就是不懂事 一起搞洋务也好 一起在西方引入这个船坚尼炮也好 他买错东西 其实就是 又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等于我们近二三十年 常常都说 我们后进的一辈科技成熟了 我们买的东西就先进了 因为我们早期用手提电话 用Motorola大学会用起 哇 现在你年轻什么来的 这么大 你怎么带出街 以前我们不是的 很厉害 插在腰里 现在一出来手掌这么大块 那你现在辞出生的 就享受科技的成果 辞改革 反而买了你 炮更快 射快 船速更快 这个没得说 这点我又要和李鸿章说回一点点 那就是等于你早期买了80年代的 阿良格号的乌克兰战艦 做航空母船一样 这个问题 而中国在晚清 今天我们的主角很厉害 你说我们船肩炮力 是不是只是西方的东西 不是 在晚清里面曾经有 来自清朝的水上武装力量 成功打败过英国战艦和葡萄牙战 正成功在热南遮海战 打赢荷兰的战艦 佔领了热南遮城 但是 在南中国海里面的武装海上力量 是曾经打败过葡萄牙人的大型战艦 平底船而已 今天和我们介绍的主角 也和香港1842年开放之前的一段前历史 有很密切关系 也和我们小学里面 第一个认识香港名人 不是什么保宁总督 不是这些麦里号总督 当时我们小学有没有去过长洲的明辉营和爱辉营 当然有的 现在还在这里 是明爱宿营的营地 我们小学第一次离开家 不在家里过夜 就是在明爱长洲的爱辉营 总会有一个活动带我们去长洲看什么呢 张宝仔 那时候我们对张宝仔 在小学已经认识了 觉得他收了这么多珠宝 那些老师说 张宝仔是海盗来的 他劫略了那些商船之后 就把那些真宝藏在这个洞里 但是那个洞很小的 是啊 小学鸡才能进去 是小学鸡才能进去 我当时记得我问了老师一个问题 自此就被视为这个坏学生 你说到张宝仔这么厉害 为什么他的床宝和洞这么小的呢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些叫做搏嘴队 在小学就会受到惩罚的 今天我们来说张宝仔 张宝仔夫妇 其实主角就是张宝仔的老婆 也是张宝仔的契妈 这个真的是二母系列 郑一嫂 笑啊 真是二母 这个契妈成为老婆的郑一嫂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看过郑一嫂 但是你不会认得她是谁 你在电影里面见过她 你认得过她是男人而已 那个名字是假的 那个名字 郑一嫂我自己真正留意的 我记得就是当时的这个 纽约06-07年 我记得那时候 这个加勒比海盗 记得吗 周润发做的 应该是 应该是加勒比海盗的第三次 叫做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叫做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叫做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在新加坡南海召开一个海盗大会 是 里面有一个面塗得很白 口唇塗得一点的阿婆 你记不记得 记得 是的 当然最出位的就是周润发 但是因为那一集是讲 南中国海的海盗 于是她已经不是王家加勒比了 是另外一个航运的枢纽 除了加勒比海中美洲之外 马六甲呢 当时那个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航运输楼 就是南中国海 到今天也仍然是 马六甲海峡 经过新加坡才可以去南中国 因为当时 在荷兰人东来 葡萄牙人东来的时候 即是在明朝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发现了 印尼、马来亚半岛的进行香料贸易 那时候荷兰人主要是进行香料贸易 于是在印尼、马来亚、印尼本身 有很多这些贸易的王国 你记得我们说过 罗伯方成立的南方共和国 实际上在昆甸 印尼昆甸是一个贸易王国 在当时整个地理、地缘里面 就有很多这些小的贸易王国 是做交易的 因为你到生意朗外 自然有海盗 大家是劫舍的 另外就是返运人口 因为做了香料贸易之后 在马六甲等等出了海盗 是什么呢 抢劫人口去做奴隶 卖给那些 种植员的里面去做苦工 他没有东西抢 抢不到商船 抢人口 加納比海盗其实都有这些速奴贸易的 当时奴隶贸易的一部分 在整个 我们刚才说的东南亚 东南亚就是马六甲 印尼的贸易王国那些的苏丹 然后产生了海盗 然后接着去到南中国海 因为马六甲再过就是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在清 不是说鸦片战争之后 在鸦片战争之前 已经有海盗出没 是相当之多的 我记得我们讲过前几集 讲过这个 非洲商人汪直 在评论我们看到王直的仗 原来日本人称他为渔商 当时最大的武装海上力量 有东南亚的黑人 他的船部里面 有日本的武士 有福建的渔民等等 那就是一些国际部队来的 而所有要插之旗 才能过得到的 当时插汪直的旗 势力这么大 那我们也说过郑之龙 郑之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 是平湖里面娶了田川氏 在千里斌出世的 郑成功是半个日本人 是 郑之龙也是当时最大的海盗集团之一 李弹的海盗集团的继承人 据说他也是很英俊的 和李弹有希依同事的关系 不要开玩笑 这个很重要的 那今集我们的主角郑一嫂 其实他横行的时代 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 那时候是中清 不是曼清 冬光之前 其实是 乾隆应该是嘉庆年间 嘉庆年间中环南海 由越南一直到南海 一直到福建 还有香港的大婴山 是他的基地 所以为何长洲会出现张保仔洞 那郑一嫂 其实他是什么来头 我们香港人很少认识他 我们看加勒比海道才知道 但是西方世界对南海的 铝海道的知名度是很高的 他是很高的 他在1930年代 2030年代 西方世界已经知道 有一个铝海道叫做 江伊珠 或者叫做 好像Ear of Lung 或者Lung Go 平音 叫做江伊珠 农奶 农奶 在今时今日 相信香港人都知道 自由的可贵了 怎样才可以在互联网世界里面 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呢 自由就是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时事评论员 新闻节目呢 不会给其他人左右 也都不会因为看了某些节目 而担惊受怕 用Nord VPN 就能够隐藏你的IP地址 和浏览记录 大家就不用担心 放心上网 自由选择 我们不知道将来 会有多少网络资讯 会被审查 被禁制 但只要你有VPN在手 就可以打破这些限制 突破审查 Nord VPN 维护你的自由 现在光顾Nord VPN 还提供30日退款保障 透过城寨订购Nord VPN的朋友 除了享有独家折购优惠 同时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证 手组很简单 只要在下面简介区 Click入Nord VPN的连结 输入优惠码 SING JAI 就可以了 我自己看文学史里面 连阿根廷的文学大师波克士 都写了一篇小说 叫做《海盗甘寡寡寺》 就是以这个 郑一嫂的故事来做原形 所以 我们香港人反而对这个 横行在香港的海盗女魔头不懂 鬼佬反而懂 是的 所以为什么王家加勒比海道里面 会出现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有原因 因为他从来都在西方文学里面 是一个传奇人物 所以我们作为香港人就要认识一下 这个帝国边谁 曾经令到 梁广总督头痛不已 令到林泽隋恨得牙痒痒的 这个郑一嫂与张宝仔的乙母系列 首先 郑一嫂 郑一嫂听说是新汇人来的 姓石 不是你乡下 我哪有新汇 我不是新汇 我是四汇人 四汇人 当然有另一个高手 都是光头的 陆祖慧能 在四汇里躲过 不过我不说他 今天 新汇人有才 新汇人 当时有些姓梁的人 很有名的 新汇姓梁的 哪个最有名 刘解超 是 是 新汇人 以前 应该都是有钱的地方 南海有钱 不过我知道 南海新汇 南海到康有围 南海就是文化城市 就是广东东西 新汇也是 新汇的村子 我也去过新汇看过 新汇不是只葵仙 种葵树吗 是 是 还会金 新汇更有果皮 那么奇怪 怎会出生在新汇 我怀疑都是 我想姓石可能 他不是一个险姓吧 不知道 听说他出生是一个妓女 他叫做石羊 原名叫做 原名叫做石香菇 他名字挺个人 叫做香菇 不是春菇吗 我当时以为是春菇 不是草菇 是香菇 就是1775年在广东新汇出生 是一个妓女 之所以引起西方文学家的关注 波克士这些大文豪 我都跟他的传奇有关 其实 一个在广东帝国边随的地方 新汇 一个出生贫苦农村 最后为什么会成为中环四海的女海盗头子呢 你只听过背景 已经觉得很引人入胜了 因为妓女可以做海盗 海盗啊 我们看加勒比海盗 哪里有女人的 就是那个船那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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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Odyssey那些东西 全部是不让女人上船 反而那个海盗船和当时的海军 有船头木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是是 那个船头木很多是女人来的 为什么呢? 原来在伦敦 我去年去伦敦的海市博物馆 它有一幢墙是把船头木钉在那里 很过瘾的 那些船头木很多是女人来的 原来反而是女神 不是男人来的 有动物有女人 但是水手就不排斥女人 是否因为会... 你知道一个男人的世界还要到处打架劫射 会不会女人在船上引起很大的混乱呢? 我怀疑海盗是同性戀的先驱 我说真的不是说假的 就是等于中国我们以前说的科举里面的受采都是同性戀的先驱 因为中国人对我们帝国时代的贵族阶层 对于蓝色是有一种特权阶层的品味活动 蓝色? 他是双性戀的 他是双性戀的 他不是同性戀是双性戀 在帝国时代的华人 他们的官僚阶层都是双性戀的 所以有专门提供给他们的男计 书童 以前是最有名的 但是你留意一下我们说郑之龙 他也是郑之龙的同性戀的对象 这个在官方的文献 叫做静海分记里面有记载的 张宝就应该是新安人 新安就应该是以前在清朝就是香港深圳 香港深圳叫新安园 那时候就未婚 美国出来之前都是属于新安园 如果严格来说他应该是属于香港人的分类 又是听说他也是很英俊的 又是十几岁就打鱼 在庞里面郑之龙是很英俊的 他们又是因为做渔夫被人俘虏 然后就被郑一俘虏了 然后就觉得是英俊又聪明 然后就找了他出来收了他的遗旨 我想这些遗旨又是像那时候什么十三太保 徐堂五代那些遗旨一样 我和你关系建立了 当然这个遗旨有没有基夫之亲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要用我们今天基督文明的观念去看 以前你记不记得由斯巴达 我们以前读西洋文化史读希腊成邦的时候 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不同的模式 斯巴达就是以军事训练为主 其实他们的军事训练 他的mentor和mentee其实都是同志关系 斯巴达人 男人和男人的有性行为 另外你记不记得日本武士 和他们拿着一把剑旁边的深蓝丸 什么丸蜜丸的那些年轻 很多都有那些关系的 日本那些战国大名 和他身边服侍他那些 拿着刀坐在那里 都有这种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基督教文明 进入了亚洲之后 就对这种的 就是二性戀相性戀 同性戀行为就有了分类 有了哪些是主流 哪些不是主流 但是以前我想在亚洲的文化里面 是没有这些分类的 所以海盗的世界里面 他要解决他们的性需要 就是除了老劫的小孩子上船之外 就收了他做义子 但是奇怪在什么呢 就是郑一本身就是海盗 在郑一嫂成为这个 石香姑还没有成为郑一嫂 在妓院的时候 郑一已经横行在南海了 郑一还有个大哥叫郑七 其实跟你有没有关系呢? 跟郑王爷有没有关系呢? 不知道啊 你想想 航海有几个真的很厉害的 郑七、郑一 还有之前的郑成功、郑之龙 还有郑和 我真的怀疑是否姓郑的人 真的走来走去的呢? 是不是? 而且听说好像去到 在朝鲜姓郑的 好像都是挺满足的 去到越南也有的 去到泰国也有的 就是我怀疑 我不是说 为我们家族追历史 其实是否可能都是一个航海的姓来的呢? 真的这个姓的人是周围走来走的 所以你想想 由朝鲜一直去到 越南、泰国也有这个姓的人 而且不是排得低的 这个数字 我告诉你 邓家人 如果我们香港人 有些发音跟我们的港府人是不同的 比如我们叫做香港 H-E-U-N-G 他们是叫香港 所以我们的香港的英文是香港 H-O-N-G K-O-N-G 不是H-E-U-N-G 不是H-E-U-N-G 这个是邓家音来的 如果你想今天知道哪些人 是KOL好 名嘴好 他叫香港的 很大程度上 那些人是邓家人来的 哈哈 其中有一个 都是姓鄭的 名嘴 他是香港叫做香港的 哦 所以邓家人是不是 我不知道 还有邓家人 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们 是不是很多人姓鄭呢 姓霍 霍英东是邓家人 是啊 就是一个当时 在韩战的时候 靠平底船 运物资本来西林回大陆 是 突破英军的封锁 因为当时英国海军 是韩战里面的联合部队 封锁中国的海岸 那都是靠邓家人的海道 那水上人 我们之前上两集都说过了 郑一、郑七 这些就是属于我们海道集团 红、黄、蓝、白、黑 那几支旗里面的 那也是 首先我们先搞清楚 邓家人不是一个国族观念 不是我们所谓的汉族政权 他不是一个国族观念 他是一个水上人 一种住在水上的人 我们叫邓家人 或者叫胆文 就是不肯承认王朝对他有征税权力的反叛 首先就是对抗中央王朝的人 那我就说两种人 一种落水住 一种上山住 上山住就变成姚 姚和藏族 在广西有很多藏族 还有藏族 还有藏族 云南有很多白族 瑶族 那些 而这个 你就看到了 整个岭南的历史里面 我们一定要说清楚 汉化是很后期的事 中原汉人一直向南移 原本的土著是什么人呢 我觉得就是邓家人和 苗族、瑶族 这些 藏族 上山的少数民族 还有下了海的邓家人 就是因为中原王朝的客家人 跟随着东晋、南渡 一路特别是南宋 去到广东的大开发 于是填海造地 而填海造地 这些新土地 就是由当时的汉族人的客家人控制 那原本的原住民去了哪里呢 我们说秦朝自古以来 中国领土都秦朝肯定在广东省里面 那些土著就不是华北、华中地区的汉族 是吧? 而是本身我说近什么呢 可能更近是我们所说的月族 是什么呢? 那时候是百月 百月就是有很多种族 有过百种族 为之百月 总之是山登矮有黑 总之是坦空路背的人 民生那些就是这类的 你叫做 擅长水上活动 那我觉得整个和香港历史很有关系的 就是郑一嫂的故事 就是邓家仁 我觉得 水上人 是不承认中原王朝的人 而是他不肯交税 于是住在水上 而中原王朝经常去找他们的原因 就是他根本不当他们是要保护的人 反而就是对这个帝国构成威胁的外来势力了 你看我们那一集说汪迹就肯定是 汪迹都是非洲人 你想想 他不是邓家仁 但是这些横行在由大航海时代 十六十七世纪开始 葡萄牙人 荷兰人 东来 之后 在马六甲 在南海 在广东沿岸 那些香港 当时香港的历史出现是什么呢 是属于这个海盗的世界 我觉得 不是英国人来的时候 之后的中英贸易 这些贸易港的世界 是属于海盗的世界 于是我们就有张保仔洞的传说 在长洲 而当时 郑一嫂的海盗集团 其实是以大婴山为根据地 亦都出没在香港岛 你原本也有他的事迹 我们今天说西营盘 营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军营 很多人争论 以为西营盘就是 西就是鬼佬 鬼佬营盘 以为是英军的军营 其实不是 西营盘是张保仔的军营 里面还有当时一些军事防御工程 在西营盘里面 就是历史记载 所以就是说 在英国人来之前的 郑一嫂和张保仔的海盗集团 已经在香港水域 从事他们的海盗活动了 所以当时香港不是没有历史的 是有的 不过它是作为什么呢 因为海盗多 譬如他们藏身之所 把他们的艦队藏在那里 还有 很多人以为中国海盗很落后 其实张保仔是用火枪的 如果在海防博物馆看看 有一张叫做静海传图 很多人不留意这件事 现在改成抗战博物馆 就更加没有人重视了 那张静海传图 就是跟今天我们所说的两个主角有很大关系 就是记载了张保仔、郑一集团 和清朝的水师在大嶼山海战的过程 和接受两港总督百宁 当时是百宁的招安 百宁的招安的过程 都记录在整张画上 你不要以为是电影拍的 其实是有张画 你细心一点 如果你去不了现场底 我建议大家上网 海防博物馆 Maritime Museum .org 整张图可以上网 逐步放大来看 你是找到张保仔 和找到郑一嫂在里面的 整张画里面穿红衣的海盗船里面 站在指挥那个就是郑一嫂了 站在一嫂前面那个就是张保仔 很多人不知道 有记载、有画记载他们 包括跪在那里 两个在百宁面前跪在那里 刺分的过程都有 你想想多个人 但是我们很奇怪 好像克德一样 这些这么传奇的香港出没的人 我们真的毫无认识 真的 好了 我们刚才说的郑一 郑七 郑一 他们很奇怪 郑一是越南西山政权的将军 郑七都是 两个都是 是啊 是西山政权里面 我猜当时越南的政权需要水师 就找了一些海盗来做水师 真的 逆兵逆贼 我想是 那这个很崩溃之后就变了海盗 我想这个很正常 我想如果你看看渔民的社会环境 一出海 风又猜不到 海又猜不到 鱼祸又猜不到 所以我想他们的工作本身不是说 我们用一个名字 渔民就可以交代到 其实对他们来说 一只船 船如果捉不到鱼 那你来做什么呢 那些人又捉不到鱼又怎么吃饭呢 所以我怀疑他身兼几样东西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汪直一样 他既是商人 有空间就运货咯 接着如果捉不到 有鱼捉就捉鱼 捉完鱼 但是你考虑一下 明朝或者在古之前 那些鱼捉了回来 怎样处理呢 要不就用盐叶 喂盐是贵的东西来的 当然 你在海里 你就这样用水来叶都可以 但是你要处理 好了 你要盐叶了回来 就要卖 那如果捉不到鱼呢 那些人和船出去 有什么可以做呢 最好就是打劫 就是三样东西 既是商人 又是渔夫 更加是海道 这个我怀疑就是那时候 水上人生活的三维一体 也都等于 为什么我们说他没有国籍 因为船去到哪里 有时候不是你决定的 风啊 洋流啊 很多时候跟着那些鱼周围走 所以你叫他效忠哪个国家 自认什么族是没有的 当然我们说郑成功在日本出生 日本就当他是日本人 因为他收服台湾中国人 就说 郑成功就是 令到台湾回到中国故土 台湾人又觉得 喂 你帮我赶走了荷兰人 荷兰人 就变成了台湾人 喂 其实对郑成功来说 我有什么值 我不分的 总之我应该做事 是你们后人才硬加国籍 就是我在日本中国台湾人 他有鬼帮汉人修复台湾领土的观念 当时台湾 就叫做福尔摩沙 FORMOSA FORMOSA是蓬泡文来的 叫做美丽的岛 美丽岛 其实就是FORMOSA 好了 根本没有汉人在这里有的 就是属于南岛民族 就是菲律宾 南太平洋那些土著 那些南岛民族 就组成了台湾的原住民 然后荷兰人就去了 其实就是洪无城在淡淡水 在台湾北部 是啊 在基隆那里 应该是 洪无城 那然后就在那里 建立了他们的贸易据点 主要就是从事FORMOSA 然后再去就是长崎 是啊 由那里北上 宫古海峡一路去 就是去到日本的九州 它就是一个贸易的中继站 葡萄牙人就拿了澳门 荷兰人就拿了台湾的北部 然后后来再建了一个很逗例的 叫做热兰遮城 叫做热兰遮城 其实热兰遮城 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强壮的那些堡壘 什么都不是 其实就是一个贸易点的一个军事防御设施 在荷兰人里面 那郑成功是成功打败了在当时的耶加达派来的荷兰海军 因为那时候已经占领了耶加达 当时的荷兰人已经去了 东印度公司 巴达维亚 巴达维亚 于是 但是你说得对 海盗出现是跟大航海 因为越来越多商铝在那里出现 那海盗的生意就越来越多了 第一就是勒索、标深、收保护费 最初是抢掠的 后来就不是了 它实际是跟东印度公司合作 跟荷兰东印度公司 我帮你看牆 你给我保护费 我不抢你的船 我帮你护航 赶走其他海盗 于是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但是他那些 海盗的楼罗怎么来的呢 海盗的楼罗平时就是渔民 但是到季后锋来 那些马尼拉大帆船过了 他们就成为海盗 季后锋旗过了 没有船到 他就回去渔村 可能在薄芙林村 或者在赤柱 那里养鸡种田 也不奇怪 但是张宝的船一来 他就上船 就是他做海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一个所谓的海盗集团 其实他像楼寇 我觉得 但是他更加自由 更加难以管核 于是 你看到明朝 明太祖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陈友良、方国真 都是做海上贸易的 明太祖的竞争对手 朱元璋竞争对手 张士成也是 是做贸易出身的 所以我觉得他称明初 派郑和下去 我觉得不是追查明成组下落 明成组不是为了追查这个位帝的下落 我觉得反而 明初是已经觉察得到 整个大航海时代 已经出现了 于是他去看看究竟 他去到东南亚、马六甲 这些地方 究竟是否去到东非 我真的不知道 郑黄 因为吹大了 但是他很明显就是东南亚有的 因为现在有郑黄庙在 东南亚的地方 当时这些已经是贸易据点了 我觉得 但是为什么郑黄的保船回去之后 明朝就毁灭了这个 造船的船厂 所有造船的船徒 而不再派人下去下西洋 然后禁止出洋 我觉得他觉得航海时代的贸易 对内陆政权是一个威胁 对农业帝国来说 太多不稳定的因素 你怎么管那些人呢 中国最容易是什么 到今天还是编户齐民 道正胜讲四个字 他最早研究的编户齐民 就是民朝开始怎么做的户籍制度 你看看我们小时候回到大陆 第一件事 几晚都好 麻烦你去公安局登记户口 不登记户口 第二天就有人找你了 那些邻居就会检举 你来到几个香港人 你都不登记了 这个就是秦牧工年代 商鞅变法的制度 你想想 由商鞅到现在多少年 到现在都是要绑住农村的户口 不能搬去城市 民工 所以留守儿童就是这样 父母去了城市打工 那些小孩子的户口 不能去城市 他所有的医疗教育等等 都是在他农村里面 于是就只有老人家和小孩子在 大量的留守儿童 这个户籍制度就是牢牢绑住那些国民 所谓的 偏户齐民就是方便官僚去管理 但是有一群人是反抗这个偏户齐民的 就是邓家仁 因为你不进户籍就不用交税了 你如果进了户籍 你有田地 在软牙里面有记录的话 你就要交税了 我住在城市 我交什么税 你找到我吗 你找不到的 因为中国人最重视土地观念 就是用土地绑住你有地就有财 当然是有财 不是你有财 是官有财 因为可以问你收税 所以反抗收税的人 变成了帝国控制不了 所以明朝的海禁和清初的千介 是同一样 很多人说千介 因为怕郑氏政权去侵扰 我觉得不是 郑氏政权有没有能力去侵扰到香港 香港新界都曾经受千介影响 清初 康熙的时候 是内设 要那些沿海的居民全部后设 为什么 是断绝海道的供应 包括水 包括食物 和人 最主要是 所以我们现在记不记得 那时候 科大卫带我们去新界考察 里面也说到千介那段历史 后来他们回来 邓氏 新界邓氏 有一段时间 千介是进了内陆的 因为香港也 新界也属于千介 就是将边界一路向后设 沿海的居民一路向来六千 所以我觉得他对付 其实是因为 整个 在东南亚一路到南中国海 出现很繁荣的海上贸易活动 而农民政权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 他觉得贸易带来威胁 第三次千介和锁国就是毛泽东 韩战之后 清初就是康熙 明朝就是明太 明成祖之后 郑和之后 然后第三次锁国就是毛泽东 因为他觉得海外贸易就是外国势力颠覆的 会跟着来的 还有那些参与海外贸易的国民 他都不知道他是谁 是流动的人口 你又没有户籍 他一时也是贼 一时也是兵 一时也是商人 一时也是愚民 这帮人也是 是顾庸兵 这帮人也是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之前都说过 他有不同的信仰 就等于我们说 江汪直都说过 他有钱 有接触西越外离的技术 他跟贸易有钱 还有他有外地的信仰 这个信仰 跟中国一有建政权一不同的话 你是不知怎样修复他 当你不能够为他所用的话 他唯一是打你 这个没办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说过明朝 为何枫林麦良做天后呢 是有原因的 这个天后庙的天后的地位 一直上升 我觉得他就是用怀柔的政策 去笼络民席的出洋 你看到天后信仰在整个海洋贸易的 据点里面也有的 当然台湾是最厉害的 天后信仰 香港呢 香港有很多天后庙 湖仔也有 平州也有 长州也有 很多的这些据点 当时的盟业 海盗的据点都有天后庙 于是天后信仰 我觉得就是以前的明朝的人聪明 你拜我 我封了林麦良做天后 那你拜天后就是拜我 我封的嘛 皇帝封的嘛 用这种来统战 但是始终我觉得 邓家仁是用余生的说法 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傲杰不纯 化外之民难以纯佛 那也从阿郑一的故事里看到的 他们这班人 除了信仰和内陆人不同之外 我们之前说的南方共和国 说了部分 南方共和国是采取一种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体制 去建立的一个贸易政权 在内陆的汉人来说 没可能想象的 他那个领袖叫做大统领 就像公司的CEO那样 是有一个统领 你怎么可能想象 他客家人建立的 罗伯方是客家人 是 广东的客家人 我想跟罗香林教授有些关系 是呀 罗香林也讨过这个 是啊 当时以前在港大的罗香林教授 很久之前写的这本书 南方共和国考 我觉得就是在大航海时代 一部分就是做海盗 一部分是建立类似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权 去做贸易的 这班人就是信仰很不同 观念也很不同 对内陆的汉人 有个波不奇 你看回加勒比海盗里面 那一集 都是整个世界的海盗 都出来开会 有德国人 不是说英文 德文 或者丹麦那边的海盗 另外有阿拉伯海盗 有很多胡桑 其实海盗集团 他们分布了全世界 他们有事聚在一起 真的是用桌子的形式 因为你没有可能 以当时的通讯技术 和能耐 可以一个号令 在香港可以控制全地球 现在就可以了 我们有卫星 我们有手提电话 古代真是分治的 真是你把海盗里面说事 是吧 你在南中国海 我在印度洋 大家有事聚在一起谈 不可能是印度洋 那个华德士 能控制到南中国海 这个是没办法的 郑一 海盗集团的崛起 就是刚才所说的 海盗集团本身 他没有一个 就是说 你大我小 你吃我我吃你 大家就各自 势力范围 于是郑一的 红旗帮 就是由这个 雷州半岛 就是这个海南岛 对上的半岛 站江一路下去 就是雷州半岛 一路到珠江 再到东京湾 就是说由越南的东 不是日本的 越南的东京湾 一路去到海南岛 其实是沿着越族的海岸线 一路去到珠江 去到澳门 去到香港 大嶼山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分流 大学那时候去分流 去露营 海滩 分流的海滩 我们晚上不是看到很多船过的 那些走私的船 是啊 那时候走私很夸张 因为分流已经是香港最西的了 好像一个岛 两三公里以外 已经是届 出了香港公海 在分流 是啊 所以他用大嶼山做基地 一路就是整个红旗邦 但是当时呢 还有黄旗 青旗 南旗 黑旗 白旗 陆之旗 郑一就是召大会 所以你说他们有民主意识的 真是 水上人 就是召了其他民旗 来一起开会 或定势力范围 其中以红旗邦是最大的 第二大支就是黑旗邦 黑旗 是的 那就成为整个南中国海盗的一个版图了 就是好像这个省归你这个省归我 不过他们的省是在水上的 黑旗呢 我拆开一点来说 记不记得太平天国都有些黑旗军走到过去 在越南那边 会不会和黑旗海盗有关呢 是的 和法国佬打过的 黑旗军 那时候有个姓劉的 法国打赢 在越南打赢法国佬的 黑旗军 是不是都可能是和这个海盗有关 这个是拆开来说的 真的不知道 这个引起官府的最大忧虑了 为什么我们对于整个郑一嫂 活跃在大嶼山的张宝集团这么熟悉呢 就是因为当时有个顺德人写了一本书 叫《袁永论》 在1830年出了一本书叫《静海分记》 《静海》就是大家知道 清剿海上的武装力量 郭靖的 他们叫《衰靖》 中国叫《衰靖》 《静海分记》这本书就是1830年出版的 就详细记载了18世纪末 这个《华南海道》的历史了 里面就记载了《广东六大海道集团》 刚才所说的《六之旗》 就是叫做《国立旗号分统部落》 再加上活跃在台湾海峡的福建海道蔡軒 加入了《六大海道帮会》 于是就超出了清朝官府的控制范围了 他根本是自立为王 在海上 所以我觉得清初千届是有原因的 也由明朝、中业、嘉靖的倭寇之乱 其实整个都是属于大航海时代的海洋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内陆帝国的历史就不会这样去看 其实他有个全城关系 有中业的倭寇 也是因为清千届也可能受到 譬如葡萄牙人 荷兰人那时候活跃的影响 因为他们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海军 葡萄牙有炮 南京澳门走来走去 其实那一刻对清朝来说 都未必是一个可以可靠的因素 因为清初来说 这些外国势力对清来说 未必是好像后来那样是一个合作关系 也都可能是各自和清有贸易上 或者有冲突的时候 都是要借助海道来帮忙的 我觉得清最担心的是 自己的大清国的人勾结外国势力 到今天都仍然是 不是开玩笑的 你知不知道长城很多人呢 我提出我自己的观念 这个根据考古学发言 长城很多人以为是抵抗外族 我们今天就说 万里长城保卫了我们中华民族 什么郭雨线、余秋雨那些在乱说 那郭雨线是真的 不不不 长城的起初是什么呢 你看到汉朝辩论 长城全废已经知道 汉宁帝的时候 长城是为了防止 本身的 看朝的国民勾结外国势力 阻止他们出关 而不是阻止关外的人进来 嗯 因为你会发现 原来 在长城 那些武藏 那些武藏 在长城以外 是有不同的 有汉族有其他外族的藏在一起 那些武地是集乱无章的 但是长城以内 就没有了 于是它是阻止国民出境 而不是阻止境外的人进来 把整个人流的控制 在中央王朝手上 我给你进来 护士护士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长城的边境那里 开设一个贸易据点 跟你在那里交换绿皮 红皮 那些什么东西 那海盗我觉得就是 令到中央王朝这个对贸易的控制权没有助 那它对北方你这样 吕珍 吕珍一直以来 都是通过护士 和明朝建立的关系 就是他们买皮草 买人参 是啊 宋朝也是 茶和马 茶马护士 嗯 但是究竟在哪里进行交易 这个就是由中央官僚控制 他没有自由来讲这个观念 是 所以你发觉送金啊 送蒙啊 开头的送料都是谈很多时候 一个条一定要谈护士 护士 是的 一定要说明护士什么时候 要大家用 开哪个地方做护士 中央王朝是要控制住护士 为什么你说中国人对商人这么恐惧呢 原因就是包括流动人口 我们都说过 城市里面的流动人口 四方油增啊 那些一路到乾隆都产生叫云案件 就是这样 接着还有什么 商人 这些全部都是对帝国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农民 地主 户籍制度 这一套系统呢 就是令到整个农业帝国稳定下来的 我觉得是 那你也觉得对啊 士农工商 你不要 你看到等级 最听话的是士人 跟着是农民 跟着工人 跟着到商人 你不要用什么等级 什么季啊 尊贵啊 其实是听话的因指标来的 士人一定是最听话的 因为考皇帝给你读的书 是吧 用那个东西来订你功名 商人是最不听话的 因为走来走去的 工匠也是走来走去的 日本的战国历史里面 封臣在这个积联之后崛起 封臣是总是商业贸易的 你留意一下 大阪最有名的 茶道大师利休 其实是个商人 是 他专门卖那些朝鲜高丽尼的茶具 卖到贵贵的 这个人 是吧 就帮封臣秀吉去弄一些茶室 是 德川家康也是其中一个 三河武士集团 很重视贸易的 大哥 武田有金 那时候武田信源的地方有金山 怎样 其他地方都没有金山 没办法 所以就是 封臣 为什么他有能力攻打朝鲜 你想想 兴臣之役 你想想两次攻打朝鲜 他不是留的 他当时派出小西行长的部队 差不多打到平阳 是明朝的大军进去才把他打回头 你想想他支持文禄庆祥之役 我想是六七年了 应该都有 是 钱从何来 如果他不是重视贸易的话 钱从何来 继田 就是当时葡萄牙人 已经南韩 南韩贸易 已经进入日本了 于是继田 就是用了当时葡萄牙的火器 是啊 你想想 为什么清朝这么怕张保郑一集团 除了他们在海上帝国组成一个联盟 他不听你中央王朝指挥之外 还有张保郑一集团是用西洋火器的 我怀疑他们是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或者是葡萄牙人 既是他们的竞争者 但是也和他们买东西 也可能是做他们的固庸兵 就是说对于这些外国人来说 我有空就请你做固庸兵 但是我给不到钱的时候你抢回我 有时候这些关系是这样的 就是等于我们上一集说 莫苦将军那套Disney Plus的电视电影一样 里面他不是用三浦按针 就是这个英国人 带来的火炮 去训练真田广之 我想就是德川家康 训练德川的火枪队 根据伟佬的记载 张宝是有的平底船 当然他不是那些食水好心的大帆船 都是平底船 他近海而已 他就像什么呢 像杀摩的赌尊家那些 你知道杀摩凡我们说的 明志为生都说过 他一直都是海军的传统 是最早在种子岛引入那些 葡萄牙炮術 火枪 还有炮術学校 对啊还有炮術学校 在清朝来说 最先引入西方的水上海上作战的炮術 其实是海盗 汪直有 张宝都有 他们的战术就像杀摩的岛军那些海军 他没有重型的战艦 黑船就是葡萄牙的大型船 叫黑船 那些有重炮在里面 你看电影也看过 有后助力的那些重炮 就放在船的夹层那里 他们很远来的 他们从果亚过来的 当然是要经过这么多海渡 细船过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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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了和被人捞掉了 没有的 没办法的 细船一定不捞掉 但肯定是大船 杜尊家和张宝仔一样 都是用小船去围大船 然后搭桥上去 然后一迈到去 用火枪攻击 这种战术的 所以你看靖海 全图里面有大嶼山海战里面的描述 不是我们所说的 还是拿着一把刀在那里砍的 当时你看看 以前的时代 地中海的那些海战 都是那些蛙的船 然后买到你附近 勾着你的船 就冲一排人上来的嘛 就算罗马人 都是这样跟你打海战的 射火箭冲过来打的嘛 那没办法 你留意到雷州半岛 你由香港澳門去到雷州半岛 再过去东京湾 都是近海的地方 不是很深的 所以它活跃的地方 不需要很深水岗 我想它要补给 因为船势 对了 我还有一样东西 所以你说 为什么在河南 是不是在台湾海峡 是另一支人呢 因为福建人用的海军 应该是大一点 因为台湾海峡的流量 是急很多的 是跟航速和风速是大得很厉害的 所以 只是另一批大船才可以过到台湾海 当然了 很简单 如果不是太白海鲜房 怎会拖去西哈鲁克港 途中沉没 在南海 是平底船 如果要出公海 是啊 它没有了平衡的原理 它应该在下面有一支很定的东西 不过没有了 船势不会突然弄一支 我觉得也是因为它 为什么要盘踞在西营盘 长洲 大婴山 平洲这些地方 是因为就近补给 食水补给 是的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那些大型的黑船 葡萄牙的黑船 它真的可以长期航行 因为船是有物资的 但是这些平底船 就是张宝和郑一集团这些小船 它就要沿岸 我想在雷州半岛一路 到阳江啊 站江啊 一路过来这边 珠江啊这边 就是特别是香港海岛了 我觉得 是提供了一个船只拍岸庇护 台风和什么呢 补给食水 最有名就是水坑口 水坑口就是英军登陆那里 当时已经是有淡水了 是啊 英军在那里拿水 所以叫水坑口 本来是在南区的 是啊 南区的 因为我那时候走去什么水塘啊 那个行山径那里 本来都是英军取水的地方 在赤柱那边都是 但是后来就在水坑口那里 我觉得那里其实很简单 英军所有发现的东西根本已经存在 是 是 因为海盗就是在那里拿水嘛 不是怎么会有一个架裙的旅日 如果你水坑口旁边是西营田的话 就是张宝仔的基地是在水坑口 是吧 包括他们的仓库 他们老挟回来的那些东西 好了 后来压片商人来就成为他们的 就是很简单的 等于英国商人来马来西亚 马来亚那时候 那些的广东商人已经在那里做生意了 叶阿来 是 他就是跟这些华商做贸易的嘛 英国人是 所以叶阿来后来才能做到 吉隆坡的甲必丹 就是吉隆坡行政长官 就是客家人叶阿来 他就是做生意的 其实根本是 所以整个南洋海盗世界 和我们一路读的中央皇朝的历史 我想根本是完全两样东西 除了宗教信仰不同 还有刚才说他们的政治体制不同 就是他们平等 大家开会决定的势力范围 没有说一个人握好旗 因为没办法的 你没有通讯没有成 你怎么握旗 没有啊 握旗都没有用 你知不知道张宝仔 郑一嫂集团 是三百艘船的 你想想什么概念 三百艘船 三百艘船 可以最多用了几万人出来 广东水尸 你真的可以打赢他吗 我真的不信 广东水尸有没有三万多人 没有啊 你加上北洋艦队 加上有没有三万多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当时来说 问题就是 根据郑海分记记载 1809年8月18日 当时郑一嫂统领的海盗船 红其邦出去打劫 那一天 在说1809年8月18日 郑一嫂率领五百多艘 来自东莞新汇的平底船 在内韩转绕顺德香山 住宅在潭州 8月20日 命令张宝率领三百艘直入 掠劫沙亭老劫男女四百多人 就是你刚才说的 奴隶贸易 部分就是老劫回去做什么呢 做海盗 但是你想想 郑一嫂率五百艘 然后再命令张宝率三百艘直入去老劫 八百艘战船 我当你打国二线 是呀 也有四百艘 四百艘船都很厉害 所以你想想 冠军如果有什么方法去对付这个 你留意一下 我们说薩摩为什么最终了结了江湖莫府 也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薩摩其实是对外贸易的 鹿尔岛 九州平湖一直都是传统对外贸易的地方 因为它去宁波最近 去朝鲜也有近 所以变成它的实力越来越大 中央王朝对这些海上贸易集团一直 它控制不了的东西 最终它会担心颠覆它的王朝 为什么内陆王朝对香港今时今日这样处理 我觉得那种心态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个国际贸易城市我控制不了你 嗯 它要你归信 你知道为什么信德是怎么来的? 信德你听名字就知道了 是啊 就是归信中央王朝 信德人嘛 是啊 就是在整个汉族政权的开发里面 南宋其实主要是在广东的开发 它就一路归化一路归化的过程 一路汉化的过程里面 是有一帮人是不听话的 从来都是 嗯 而这帮人一路就成为元朝的倭寇 然后去到清 就成为一路侵扰着清朝的海盗集团 而其中香港卷入这个世界历史 其实是 不是鸦片贸易 是海盗历史 是吧?你想想 就是郑一嫂、张宝这帮人 但是对清朝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不稳定的威胁 但是后来 我们又看回 从来海盗的下场 你想想由王直 到郑之龙 都不是那么好 王直呢 就是做海盗做商人 都是打劫 好像很春风 有趣 但是最后他都是选择 回去和明朝的官商量 啊我们不如和平 其实我是从商的 你给我机会做生意 我就回来 我不想长期在平户了 那结果 明朝政府对他的后果就是剁他的嘛 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宇大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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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郑之龙在清仓啊 然后又说作反 然后又投降 是吧 然后满村 信资皇帝给你进来 但是后来又怎样 又找个机会 又远禁 然后又好像毒死他 杀了他 就是说 你海盗的下场 对中央政府来说 就算你肯归顺 我也是会动你的 那郑一嫂的下场是怎样的 那郑一嫂呢 刚才说过了 现在根据西方历史研究中国海盗史 其实香港反而没什么人研究 外国人 英国有的研究 这个伦敦政经学院 有一个叫做Ronald Poe 布中任教授 是研究华南海盗史 很出名的 那他就说当时来说 史学家一致认为 张保和郑一嫂旗下的海盗 有接近10万人 你想想多厉害 八百手战船10万人 那他说很多时候是沿海的地方 为什么它是近海呢 因为沿海的人是兼迹海盗 对了 他不是在船上有10万人 他平时有些人在薄芙林村 其实在吃鸡 到海盗出发的时候 他就揹着枪去 没什么 孝宗说有钱回来 他觉得是贼 对了 问题就是 两港总督百宁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那他怎样去对付海盗集团 郑一死了之后 到郑一嫂和张保合作 张保本来是郑一的季子 根据郑海分记里面记载 就是所谓的 他是一个15岁的美少年 张保仔 他怎么写呢 张保聪慧 有口便 且连少息美 这个很重要 郑一妾之 妾之就是鸡奸了他 未己升为头目 就是这样 好了 但凭郑一嫂如何驾驭这十万之众的海盗呢 还有其他五知奇 你留意一下 是啊 是吧 他就一定要找一个得力助手张保 因为他是郑一的季子 但是他只是季妈都不行 真的 于是张保呢 本来就是一直我不知道 在百灵次婚之前 他是不是跟郑一嫂有性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 这是百灵 我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怎么解决这个郑一嫂集团呢 因为上面就扎下来 他就曾经联同过葡萄牙的战艦 和英国的战船去绕郑一嫂 在大嶼山里面 但结果 绕不死他们 被他们突围成功 他将一嫂没有赢 但是也没有输 因为他的小战船 其实对大战船没得打 但是因为他是近船作战 轻武器对重火器 他也有他的优势 矮多生死长 而且你不容易追击他们 他们的行速比较快 所以他在大嶼山围困了他之后 能够让他成功突迷 于是就好像对付汪直一样了 就用招安了 白灵也很聪明 他不是先向红旗军招安 他是先向黑旗国婆招安 就是老耳 全港最大的字头 我就不去找他 我找了第二大的字头 回到大陆 不知道这个总会和客战 这么似 第一大字头 他迷了去 那我就没去运 于是就找个税客 在澳门找了一个税客 就请 张宝和郑一 郑一嫂去见两港总督白灵 我觉得他有胆识 你看看余大游是有捕汪直将他斩头的 是啊 但是郑一嫂是带着什么呢 他没有带男人 带小孩和女士 但是我想那些是女海道来的 在船上 我记得以前有英国人拍过一些照片 你找回吧 我找回给大家看看 揹着子弹带揹着长枪的女海道 是啊 那样子很凶悍的 那郑一嫂和张宝就带着女士和小孩 在那张靖海传途也有这个画面 很过人的 见了白灵 就商讨招航的事 而这个税客就说 你看看黑旗军都已经投降 如果你们红旗不投的话 那你看看我们军军 清招你的话 那你想想 于是他见到实力远不如自己的黑旗 都向这个朝廷投降 然后还当上了这个靶总 靶总我想都有一个 二三品那些文官 我想三四品 我想 副刀统那些就去到一二品 刀统那些 反而有官做 于是在1810年开始 就和这个广东两广总督 就开始谈判投降 于是他想想他说 黑旗首领带序之身 投降之后还有官做 那你们十万之众 如果愿意归降的话 怎么会给你个靶总 你这么简单 怎么会给你个沙子 揹着你 给你个白衣衫 这样 原来投降的话 是吧 给你个纳线看也行 这么少 于是张宝就心动了 就想是 隔离姓郭这人 是吧 18厢这样投降的话 都能做到沙子背责了 我南边围这么多人 如果我是投降的话 起码分区指挥官都可以做 这样 说笑而已 不要噴水 说笑而已 哈哈 于是 嘉庆25年 不是 这个 这个 郑一嫂和张宝旗下十万之众 在史学界里面普遍认为是真实数字 张宝投降之后 果然就升为千种 海盗变为清朝大清水军的军官 还有 死了 白衣面对一个难题 看看你怎么解决 就是海盗本身是以撒军军为主 是的 是 好了 他就说 郑一嫂就说 我投降都可以 不过我不会向你百灵下跪 但是 满清的官僚就是讲究这些 你想想乾隆何寿 英国默克尔尼都要单失跪 是的 伤失如得都要单失 是的 那你郑一嫂和张宝就卡在这个问题上了 为什么解决呢 南海最大海盗集团 向两广总督投降 那他通告了上部的朝廷 白灵 你知道他想着 好像23条这样的时间 关系都先安定了 就先写好咒接上去 但是结果呢 就是卡在这个下跪的问题上了 就是这个白灵真是好东西 他说 我见你狼才女貌 你们两个都是一箱逼人来的 我就像张宝和这个郑一嫂结婚 我就是郑婚 哦 哈哈哈哈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白灵次婚这一幕了 你一跪的 就不是因为我是两广总督白灵 跪天地 父母 是我代表父母去 像你们两个在一起 所以你是尊重一个长辈 嗯 所以你想想清朝那些官 你不要以为那些满洲人 真的没有政治手腕 真的 就不明白了 这些什么硬利 明朝汉族的官员会怎样呢 立即找两个高手 炮子头 躲起来 然后你两个落单 就夹了你去 然后把你斩头 哈哈 哈哈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 他其他的海盗还在大婴山 是啊 于是 他们一定会把第三把交椅的人 又继续造反了 是 对吧 结果汪直之后倭寇没有消灭的 余大油斩了汪直之后 他升官员 出卖了自己的朋友 但是 没有解决倭寇问题 但是白灵就聪明了 没理由 花了这么多唇舌 没理由 在一宗下跪里面 这样来弄的 于是 他没有杀 除了再封门 后来 张宝是成为澎湖的副指挥士 是镇守在澎湖的 他除了千种之外 再次婚 次婚就是有礼物送给他们 因为结婚 于是就出现了乙母 是你 启妈就变成了张宝的老婆 哈哈 正式化了 正式证明了 我不知道 郑一死了之后 张宝和郑一嫂有没有关系 没有记载 但是白灵次婚就画在一张画上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对郑一嫂的故事 鬼佬这么熟悉呢 因为原来 1830年 《顺德仁》 《袁才智》这本书 《静海分记》 在320年代翻译成为英文 翻译成为英文 翻译成为英文 于是在鬼佬口中 这个华南第一女海盗 郑一嫂 郑一嫂 就浪浪上口 于是去到阿根廷的文学大师 霍波哈斯都写了一个 关于海盗金寡库的故事 我就觉得很简单 正如我之前说 因为对于鬼佬来说 女人在船上是被认为真的 不是说乘客是乘客有问题 而是女人做水手在船上 在鬼佬的航海里面 是变得暗计来的嘛 因为你看那些希腊神话 也是 女人 会誘惑那些水手 你记不记得 唱歌 所以 水手要听这些歌声 要掩住 女妖 常常都讲这些 就是说 在西洋传说里面 所以鬼佬对于 咦 为什么有个中国女人 可以做到海盗 在船上 还要姚姆扬威 其实对她来说 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从来都觉得 这个我们都这么久没有解释 为什么女人可以做海盗 我其实觉得在渔民来说 我不是渔民出生 但是我小时候 我经常出入大澳 因为我有个亲戚在大澳开店 我以前小时候 有一龙是住大澳的暑假 在大澳那时候 七十年代 出出入入 看到很多 其实大澳里面的那些女士 其实真的是很话得事 其实我觉得农民 或者渔民也好 人人都以为男人说是假的 真真正正在中国月底层 就是女人说是 是啊 女人才真正在家里面主导 因为在海里面 其实不分男女的 真的 哪个有能力 哪个做事仔细 判断的气候 那些想的心思神物 哪个就赢了 因为 你坐着船出去 看天 看海 看雨 不是男人都很聪明的 有时候女人的敏感度 触角度 还比男人聪明的 所以真的 但是 在渔民眼中 或者水上的眼中 女人 还有时候 他能力比男人强 你就要相信他 因为 你不能因为你是男人 我相信你 因为你是女人 我不相信你 我想在实际的情况下 这件事不成立的 但是我觉得 海盗的世界是什么呢 跟香港人的性格很相似 好像你这么说 这么多儒家礼教 全部都很实际的 很功能 你懂得看天文 懂得看地理 所以我说郑一嫂在郑一过身之后 他要找一个张宝做助手是有原因的 他们肯定是有这种男女关系在里面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怎么可以管得到整个海盗集团呢 而张宝你知道他是郑一的契仔 郑一肯定很多工作都是交给张宝的 譬如跟其他几支水的联络 什么时候出洋 航海路线图是怎样的 那些商里的船是怎样经过哪里 这个就是很实际的经验 海盗没有其他东西 经验之谈全部 没有手机 什么都没有 没有秘笈 没有懒人包 就是你在海盗集团里面做了多久 你是不是负责 负责谋划海盗出击路线 物流等等 我相信郑一嫂是靠张宝是这样的 张宝是一个聪明的人 如果不是的话 你留意一下 好了 投降了百灵之后 他是善忠的 郑一嫂和张宝都是善忠的 但是你留意一下 曾经上奏弹劾他的 就是我们的民族大英雄林则征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前 嘉庆二十五年 一百二零年 当时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林则徐上疏 嘉庆 担心什么呢 他说张宝 资格既未深尘来历 又非体面 不如驻守澎湖 就接中他说 已经担任水师赴将的张宝 从前在阳为匪 火纵一万七千人余人之多 镇将大元旅被残害 他悔罪黑行之此 没戒十年 而且迎千转之皆以之异品 从来升任之处未有过于此者 你看到张宝不是一个流人 就是说他投降十年 林则徐上书嘉庆皇帝的奏章里面 他说他投降未够十年 已经升了几次官 现在去到异品官 是吧 他说升任之处 从来没有人在整个武官系统里面 升职的速度是这么快的 那你想想 如果他不是一个有实力的人 以一个海盗投降 在大清水师驻守澎湖里面 怎么可能升迁得这么快呢 是吧 好了 于是林则徐就上疏弹劾 去到嘉庆 林则徐对张宝戒心不满之后 就转到对郑一嫂的戒心 加庆之后再上奏这个杜光皇帝 叫他追夺张碩士告封 就是张碩士就是郑一嫂 郑一嫂 指他就是再婚婦女 嫁过两次 第二 无授封典 就是说他已经是郑一个老婆 所以百宁次婚的时候 他已经是第二次嫁了 先废除他告命夫人的身份 再剥夺他财产继承权 以及他和张宝仔的儿子 担任总兵职官的资格 记住我们叫他有恩任 在清朝做官是有恩任制度的 即是张宝是二品的总兵的话 他的儿子也有恩任的 是可以做官的 林则徐独 连他的儿子做官的资格也拿走了 但是林则徐心长独 但是杜光皇帝就很清醒 结果 当时林则徐上朔之前 杜光之前就找了两港总督院员 滑压支持他 是啊 完全和他合谋 杜光皇帝最后收到最后一道奏章 就是撤回郑一嫂子的儿子总兵之隔 回复三个字不必了 这一点是比明朝的皇帝厉害 比余大佑这样杀汪席 清朝皇帝是不同的想法 你想想 郑一过世就是107年 1810年郑一嫂已经投降了 短短三年之间 他可以发展出一个最强大 到十万之中的海盗集团 几百艘战船 最终迫到两港总督百宁 还要用官位来笼落他 是 他知道杀了张宝和郑一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吗 所以唯有用次分的方式去绕过这个跪霸的问题 这里就是看到以前的官员那种弹性处理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他心狠手辣的 曾经被他老劫过的营商 勒索的营商 他说 郑一嫂的海盗集团的纪律远高于官军 就是因为他对于自己里面的人 都是心狠手辣的 谁不听命令 叫了你不要抢劫那艘船尾去抢的话 即刻处决的 即刻扔下海 没人情说的 所以你留意一下 很多人就说 他是一个所谓我们 所谓中式政治正确之外的一个故事 郑一嫂 是不是 低下阶层妓女出身 统领最大的华南海盗集团 迫到两广总督都要 其实是所谓招安制 实际上是买他爬 是啊 是啊 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他在西洋的世界 是最广为人认识的一个 出门在香港的海盗 还有善宗 还有他死于澳门 他是善宗 80岁死的 在马连在澳门住 就说生意失败 好像是开赌场 好像在澳门 1844年死的 好像是多厉害 加骗战争之后 就是投了一行 清朝还有34年可以活的 你说是多厉害 所以我就说 除了杀佛那段 就是凶臣恶杀 女人执政一个大贼集团 你想想武则天也是凶臣恶杀的 有时候在男人世界里面 如果你在温文耳雅 难道就是靠美式 不行了 就是又要 羅伯与大郡子两样东西都有了 美式就是罗伯而已 但是 但是 到我年老式衰的时候 我也要靠大郡来令人听话 是啊 我觉得也是 为什么他这么吸引的原因 就是在中央的官僚体制 和地方军事集团 士身精英以外 其实存在着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我们不认识的 就是一个地下的世界 是一个海盗集团 曾经是中横四海的海盗集团 曾经出没香港的海盗集团 我们读正统历史就是说 清朝在北京的皇帝做什么 但是反而是近在我们身边的人物 反而一无所知 我就说和黑德一样 对郑一嫂的故事 我们知道这个张保仔洞 就是到此为止了 如果一个十万之中的海盗集团 怎么会藏保在长洲的小孔里 我怀疑是长洲的愚民 你不要搞我的东西 这里是张保仔看的 是啊 借张保仔的名字来放自己的东西 我怀疑就是怕其他 其他之旗来抢掠长洲的愚村 于是就整个张保仔洞在这里 阵住他们 对啊 其实可能那些庙道以前 有张保仔的帐在那里 把张保仔的帐 只有一扫帐在那里 不过后来就因为海潮问题搬走了 我觉得这个BBC Channel Radio 4 有一集是讲郑一嫂的 他说得挺好的 其实这些海盗的故事 是让我们看到一些有血有肉的 在中国王朝里底层的人物 一些贫苦的愚民 他们为非作歹 但是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就是很少会记载他们的东西 在政史里面 是啊 但是因为他们成为海盗 于是有人写了一本书 靖海分记去记载他们的故事 而是流传到今天 但是这些人的故事 正正就是我们最缺乏的 我们经常说中国史 没有血没有肉就是这样的原因 很多都是明军杖上这些东西 大小战争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对于这个和我们香港历史 有很密切关系的海盗集团 郑一嫂和张宝仔夫妇 实际上我觉得是 反而是在我们的历史里面要教的人 那你怎么会引起那些人 对自己的历史的兴趣呢 他不是不在政史里面有记载的 他也有的 但是没有那么详细 没有记载也有那么详细 但是我想一下他们那种的 我每一次想起郑之龙、汪直 这些在海上横行的海盗 我觉得中国人本身那种 礼教、瑜伽、封建秩序 我觉得是其中一面而已 其实有另外一面 是 如果不是敏 就是福建人和广东人 怎么会在整个东南亚和北美洲 遍布整个世界 敏直和越直的人 是 为什么台山人 这个开平等等这些地方的人 在整个北美洲的唐人街里面 为什么香港开埠之后 他们会在香港出洋呢? 去到古巴呢? 去到秘楼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久的传统 就是去冒险 于是就建立了香港和海洋华人的联系 之前就是海盗 之后就是商业 就是和海洋华人的联系 都混合了 其实海盗也是兼职商人 就是没什么所谓的 都是卵食而已 在古巴呢 没有别点会有 纯纯正正的商人 荷兰船隻 英国船隻 三浦岸针就是劫略那些船隻 你说 耶稣会都说他们是海盗 葡萄牙的耶稣会的传教士 就是指控他们是海盗 叫吉村家康杀了他 就是了 这个问题是 我有枪有炮 我说我保护自己也可以 我来打劫也可以 大哥 你分不了的嘛 渔民 有水警来查船 我就拿这些鱼给你看 水警一走 我就拿白色的粉出来卖 就是这样 其实 那时候 就是一样 他以前可能买白色的粉 但是跟着 原来有盘尼西林生意 我就走盘尼西林 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不敢 我说渔民 哈哈哈 有什么生意 最务实的 我经常都说 海盗集团 对 我跟谁做生意 你说是否国家民族观念 我不相信 邓家仁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 是时候追风的 所以日本人 是时候追风的 最近流行海洋史 靠海为生的人 我去到平户 被人当日本人 我去到湘宜 即是 导波被人当中国人 去到台湾 就被人当 台湾土人 是不是 到越南 那 那就被人当是什么 越南人 去到泰国 那就 就打了个王朝回来 就是这样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读过球艳客转 球艳客转 后来走去南洋 就打了个天下回来 即是根本那些时代的人 就是走来走去的 其实 我想 各族观念这件事 是很近代的产物来的 中业也好 去到清末也好 去到 我想是革命党出现才有 民族革命这件事 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件事 在帝国时代里面 是没有这种 以血缘种族为观念的一个国家观念 他是一个天子 一个叫做天朝 一个这样的大帝国 大家就在天朝下面生活的子民 那他就不是基于一个 我们是同一个血缘种族 同一个太公 同一个皇帝 天元皇帝没有这些观念的 我觉得 是后来发明的 我觉得 我们小时候以前读 瑜伽都是说 你信我的文化 你不是中华民族的人 他不是讲血缘的 其实是汉化文化 是啊 你用筷子的 你不是当你是汉人 是不是 你用手的就是印度人 这么简单 左右手 其实是左手有手 雍正那时候博曾正出版的《大二国迷录》 就是说这个 对啊 曾正当然就不是姜大伟那些武俠 曾正 就是达来群英 曾正是阿伯来的 其实是 哎呀 这个阿伯就到处去唱 在茶楼酒馆那里 走去KOL 来的其实 就是到处唱满洲人 说他们蛮移入主中原 但是康熙有好东西 就是等于无端端有个特首 邀请我上去辩论 雍正 雍正就请曾正去辩论 是啊 后来说服他的内容 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大二国迷录》 是啊 他就是说 所谓的儒家文化 其实是说 如果你是认同这个文化 你就可以是那个人来的 是啊 他理得你我什么出身呢 对啊 所以当时我们以前教中三 中史说到满洲人入关 我都说你很聪明 第一件事 将你明朝的崇禁皇帝 隆重地帮你 落葬 帮你扮製 赶走李自成 就是告诉你明朝完了 接着开科取士 用你明朝人的礼制 就是说在文化上我完全跟着你 我可能性叫爱身角落 但是我用你们的全部礼制 你为什么不归顺我 就是很简单 是血缘性不同 一个性诸一个性爱身角落 但是问题是我都用这套礼教 那又真的啊 那你想想到后来 就是为了宝宝 陈近南一样啊 是啊 现在康熙多好啊 为什么反省复明呢 大家又有观众 又可以考科举 那最简单一样东西 我真的都这些没有机会说 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 逐个逐个比 大家观众想一想 你宁愿生过在明朝还是清朝 就是大家想一想 逐个皇帝 我不是说过时势 时势就各自都有外来的挑战 但是看回皇帝的政绩和皇帝的能力之质 由崇禁 由信治开始去到宣统 由朱元璋 明太祖开始去到崇禁 你宁愿生活在明还是清 我没有答案给你 大家自己问一下自己 香港人一早当然知道了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感同身受 根本不是明清之变 而是九七前后之变 我们有限 我们两个时代都生活过 现在唯有以为民自居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就说很简单 要拿胡照了 郑一嫂的历史也告诉我们 传统的一些我们的 所谓大传统的观念 总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历史人物 是颠覆了他们的 一个女人 妓女出身去领导一个海盗集团 是一个可以和自己契仔结婚的女人 最终投降之后得以善终 也是曾经带领过澎湖水师 如果林侄徐 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林侄徐当日 来广东备战的时候 是能够重用这些有火器 有西洋枪炮之术的这些海盗 作为大清水师的话 而不是去读灰 要朝廷不要用他们 把他们的封号拿走 把他们的子女的总兵资格拿走 究竟鸦片战争的历史 是否会改变呢 林侄徐知道了 这个红旗海军的集团 但是他的选择是什么 除去他们 嘉庆第一次 第二次是杜光 已经接近鸦片战争了 所以看俗族官僚 对于这些不是自己人都计 反而满洲人 之前 逆恩可以用鬼佬 要吓得杜光皇帝可以说不用了 不必了 不必了 挺有趣的 你能不能够容纳 有容乃大 这个笑话 张宝是打赢过英国的战船 和打赢过葡萄牙战船的 是有实战经验的 这个郑一嫂的海盗集团 有没有人问过 如果当日林侄徐能够招安之后 还要用海盗集团成为大清兵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等于萨摩的炮术 英杀战争之后 萨摩成为大日本海军的基础 如果德川家康莫府当日 是视萨摩为他仇人 然后清招萨摩之后 派一个行政长官 萨摩行政长官坐镇在鹿尔岛 然后控制着萨摩 不准和外人接触 把他封锁起上来 那会不会有明治维生里面的大日本海军 有葡萄牙的炮术一路传入 战国时代一路在日本 这个西洋的科技一路在日本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因果 正正是因为日本的战国不是一个中央式集权的帝国 于是他还容许到外洋大名萨摩帆 拥有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关系 和萨摩之间 萨摩拥有西学的传统没有被莫苦摧毁 就是炮术学校 航海技术 于是英撒战争里面 其实已经体现到萨摩的炮术和航海技术 跟英国人打过一锅金的 萨摩 如果当时张宝集团 有和英军和葡萄牙船作战经验的 这个海盗集团 能够成为等于日本的薩摩帆 你收编了它之后 能够重用它的话 中国的海防 是不是会好些 而不是处处撤防 经常说它会叛乱 然后它出身不好 这个人就嫁过两次 你见到林侄做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这条是仆街 那是藉口 为什么呢 你留意澎湖这个地方 就是台湾 对台军事务的传算 是的 澎湖那里 英军到最后 在广州打不到 最后要打到上林坡那头 其实要经过澎湖 如果澎湖那时候 和这些有能力的人 支持得住的话 那支艦队是可以难到英军的 英军最后令到中国 令到满洲人 跪低签约的 就是打到凌波那里 打赢了 林坑那里 是林坑的 那一刻 其实是要穿过台湾海峡的 那是在澎湖 是有作用可以发挥的 但是历史没有余果的 我觉得其实 很多人追捧的 这些民族英雄 实际上 当他 我也说了 他在新疆被贬新疆之后 林侄徐写信给他的朋友 也都知道了 这个大清的武器 是永远比不上西洋 但是当他复职之后 他从来没有在林侄徐时代展开过 现代化运动的改革 我就说 当英撒战争之后 杀摩之道 已经没有办法和西方的炮难对抗的时候 就立即支持什么呢 不是尊皇让儿 是尊皇倒幕 嗯 立即由这个让儿派 转成为什么 维新派 这个就是你看到两者的分别 我觉得 唉 我也是那句 林侄帅的时代做不到的了 不过后来也没有在吸收教训了 其实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历史是很可憐的 我觉得 太多是人为的错失了 实际上不是满洲人没有心改革 我觉得 我们说客德已经说过了 是啊 但是很多人为的错失 很多这些清流 因为尚书嘉庆的时候 林侄徐是清流来的 是潮中清流来的 是 这些道德 怎会接受西学呢 我告诉你 会不会是我们经常都说 捉着很大盘棋啊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又要这样 哈哈 你这麽小眉小眼的东西 我当然不做了 我这麽大盘棋 怎会听你啊 你杀摩那麽小的东西 我们理得你啊 那些 是不是呢 捉着很大盘棋的人 通常都是骗你的 唉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mastermind 是可以将所有的东西 是好像下棋那样去驾驭的 是啊 所以中国在现代化里面的失败 你不可以说它现代化是迟的 其实相比于厄图曼帝国 和俄罗斯帝国 大清帝国的现代化是不迟的 其实 问题就是很多人为操作的失误 楊武派里面的汉族官僚的失误 所谓的儒家的礼制 对于那种的 就是变法那种的 整个国家没有共识等等 这些东西 是政治上的失败 中国人是聪明的 你看到今天也是 在应用技术 做生意这方面 是很聪明的 在世界上 是真的聪明的 但是他的失败 也是跟他的思想 和他的体制落伍有很大的关系 结果我们百多年之后 又再回头了 这个就是所谓读历史的智慧和教训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 看看《Pirate of Carribean》 或者看看《Radio 4》 《BBC》《Radio 4》 里面有一集 就是讲《江伊苏》 在《Year of Love》里面 那部电影中的白面女人 那不可能 连腿也有 帮着,帮着帮着 帮着,水上人 曬太阳曬着 傻了 是啊 所以连白太太太 都是西方的想像 但是很棒 波克斯很棒 他们撇除了这个东方想像 把这个程一嫂的故事 不是用一种很古典的角度去写他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也是第一个我们华南的海盗女海盗能够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后来也有王氏的王氏之死 他还未进入普及文化 王氏之死的学术研究 我很希望下一集《加勒比海盗》再拍一下 会不会把Johnny Deeb遇上郑一嫂 然后发展出一段浪漫爱情故事 和张宝爭女呢? Elizabeth Swarm可能已经做了《女海盗》了 好像是做了 是的 Elizabeth做了 有没有留意为什么用Elizabeth这个名字呢? 因为英国女王一世都是纵容海盗 就是在当时竞逐中美洲的海拳 就是了 阿Jack打低西班牙佬就是《伊利三伯女王》了 是的 那时候打低无尉舰队 西方是海拳国家 所以他很重视 但是我很可惜 《Maritain Museum》变成了抗战与海防博物馆 但是本来海防博物馆那段的海盗 就是郑一嫂的那段图 其实是很重要的文物 可以去澳门看的 澳门也挺好的 澳门还有大帆船的解体图 是的 澳门那个还讲得远很多的 全程来讲日本 就是其实澳门那个 由大三巴到海拳国物馆 大三巴国物馆还有日本信徒的姓骨 是的 那段历史其实很適合研究近代海洋史的部分 好了,今集节目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可以对于这些跟香港 我们都会密切构思一些历史人物 是跟香港史有很密切关系的人 但是也是在正史里面 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那就希望可以另辟邪敬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史 传统以外的一些有趣的人物 引起大家的兴趣 对香港这个城市本身的历史产生的兴趣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